我看部長說你這個 不久的將來要去拜訪台北市長蔣萬元 是怎麼你要拜訪他 因為過期柯市長的時候 台電就一直拜託柯市長 讓我們在這個松山玉城那裡 就是因為那邊增加非常多的住戶 所以他供電的品質會越來越差 供電的品質會越來越差 那為了把這個品質做好 我們希望在那邊增建一組新的電電所 那那裡有很多豪宅 那很多豪宅就影響到 可能影響到這個柯市長 那就盡量 我們想做但是我們沒有拿到許可 是沒有辦法做那個工程 那個做那個工程要散 其實台北市政府沒有同意嗎 那個時候就是一直沒有把這個 虛格證明發下來 所以我們 為什麼他不發虛格 你就需要電啊 我願意幫你蓋啊 他說我現在就有電電了 現在有電 後面就沒回來就沒了 後面一般人的事情 我現在就沒回來 這就是只能這樣講嘛 不然大家如果有前瞻的思維 大家都需要用好品質的電 對 其實你要同意我們做好的這個變電所 因為我電不可能說 入來都擺他的電 還是你那裡的電 我的電就是變起來 然後將降下來變電 所以一定要讓我們台電 有機會做變電所 因為電是越近越好 現在大家都在反對變電所 要放在我們旁邊都沒有人要去 沒有人要去 沒有人要去 大家是說走說要在電啊 會有什麼 會複雜 會複雜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大家所擔心的事情 你沒看到不擔心嘛 那南港玉城那邊 什麼時候電就會不夠了 不會不夠 但是不好 只能講品質會不好 所謂品質不好是好 因為他 我今天有實質去旅 我變電的地方 要有實質去旅行 對 太風了 太風了 太風了它就會落實嘛 落實也是台電的事情 台電的事情 我們都拼近啦 拼近 對啊 我一樣 我冷氣和開開也是有冷氣 電會和開開也是沒有電會 對 那就是品質不好 當時會跳電 稍微 偶爾會跳電 那個量比較沒力 越來越長一定比較沒力 跟人說就是這樣 除了南港的玉城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嗎 才北京 人比較多 會突然間 來蚵仔嗎 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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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為什麼 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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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外 外國歌 就不說這麼多人待在家 所以現在都去 Hier到新的設備 或是說銅手 新的印象 那都比較容易 如果讓我們開變聯獸 有一新的規劃 新的用電這個規劃 大家都按照規劃來 你家裡用就家裡用 你不要開小工廠 你不要去做 本來霸余的 你不要改立立的 有立立的改三個爬 台電頭沒有設計說 你會營這麼多 這條虧線進來 他們多少量就是多少量 我看部長有指定說 因為台電一直就是 用公家的錢在補貼嘛 所以虧損就嚴重 你說不希望這樣 這個所以要漲電價 再來要去電價嗎 現在電價是這樣 我跟主持人報告一下子 電價因為我們必須要反應成本 你一定在補貼這個事情 補貼就我們其實是補貼那個比較弱勢的 補貼比如說便宜啦 還是那個山頂的啦 山的啦 老人衣啦 這類的比較弱勢的所在 這是政府的政策 所以我是說 那這樣的例子應該是 衛福部報告遺傳合影嘛 學校電 報告報遺傳來補貼 不要說叫我台電 我台電是一個公司 對 我要叫公司法 公司法規定 你盈利事業就是以賺錢為目的 你不賺錢 你對原工也不夠 原工都很打拼 你剛才說說 譬如說比較平安的地方 避風便宜就衛福部去補貼 好好教育部去補貼 那八成的覺得還沒有關係 所以不會漲到我們的電價吧 我是這樣的 這我的期望 因為電價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電價是電價審議委員會的觀點 那這一次他電業法也修過了 就是你根本你沒有辦法決定 因為過半數是外界的人 專家啦 然後代表啦 你參與這個電價的委員會 我是會去跟他們拜託 說你不要 你這個電價不能太少 沒有辦法反應性分不行 我一定就是性分給他們了解 我用可以漏列的地方 我降下性分 我建議是這樣 民生最好是不要 不要動 民生用電不要動 民生用電也沒多少 老百姓用電差不多 民生所謂的民生就是家庭用電 家庭啊 營業用電呢 營業用電的部分 你一直是江本求利 稍微蓋就是了 你進入教育老百姓 你是江本求利 電是你的性分 我剛才說過了 我也是給你電有競爭力的 蓋一點 做出口的可能蓋得多 譬如說我是台積電 台積電做晶片 我出口 那我可能會調很多 也不會調很多 就是讓你還是有競爭力 因為你本來也在這個企業界 是 我相信你實在很多人 大家都很多人也跟他說 說台灣現在缺工很嚴重 對 你會了解現在缺工嚴重到什麼程度 現在我們大概盤點到二零三零年 對 差不多缺四十萬 四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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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目前大概也是三十幾萬 缺工三十幾萬 這很嚴重 企業界很多人 餐廳找不到人 飯店找不到人 終於你自己撲床了 對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命題 我想這一次這個院長 台灣卓院長 有特別交代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要沒有急需的 都可以讓這些移工進來 但是勞動部他比較擔心的 說我們如果這些移工進來 沒有了解我們台灣的文化 沒有了解我們台灣的這個方式 對 可能跟我們的這個八成 沒有辦法對接 這個服務如果做不好 是 然後八成都會怪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做法 譬如說我經濟部 我要讓這些工庭公司 都要有力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二加四計畫 就是說我提供兩年 對國外的這些橋外生來說 他是兩年來台灣讀書 對 免費 公費 生活費由企業來認養 這個如果國中企業來台灣 生活費值 大概一定一國月兩萬 一年二十四萬 就是說你給四十八萬 你可以拿到一個 穩定的 穩定的 這一些學生來台灣 兩年讀書 輸到航尬 可以到任養魚的企業的工作環境 就可以熟悉 他兩年以後 他就是變成他服務四年 他要服務四年 好 我這樣舉例好了 我是從業 然後我引進國外的高中生涯 兩年 你一年兩年給他四十八萬 對 那可是他讀書的學雜費呢 學財會政府 政府全部cover 對 那你企業給他四十八萬 生活費 對 然後接下來他畢業後 留四年再從業服務 對 這款的來講的是 對 我們主要是 這個 一年二十五萬的橋外申 二點五萬的橋外申 二萬五千人 這個費用其實是 滾來十億 你如果說掛這個 剛才說的兩萬的 加起來 對 大概一百二十五億 嗯哼 但是喔 我們現在調整 以後給企業來承擔這個 他可以百年四年 對 這大家都買 所以傳產 傳產喔 他說我沒那麼多錢 好沒關係 我經濟報 變成七年的預算 哦 我只能付一年十二萬就好了 你這二加四計劃 已經開始和國外接觸嗎 不會啊 不會 過去喔 我們到有部 有簽罪 這個印度啦 是印 這個廣南 他們本身有一個 類似這種計劃 我們是 我主要是三個 我主要是推動AI 對 我們AI 我們四年來補充二十萬的 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所以說我一半就是要扣這個 外國的孩子嘛 一半扣我們台灣 和現有的人都訓練嘛 所以我在四年了 我們台灣 AI的應用工程師 跟AI的應用技術人員 大概就可以滿足二十萬人 我們的應用 因為AI的晶片 AI的這個伺服器 這個硬體 台灣大概 佔世界 八九三 我們硬體 是世界第一名 我們軟體應用 二十五名 這個比較弱 所以政府 這個總統有交代 跟英領有交代 我們要怎麼套過 我們的打招 我們的中心的計劃 對 讓這些軟體的工程師 和這些服務的工程師 可以大量 那什麼時候可以整合完成 應該我們在這個月底 應該就可以整合完成 那不錯啊 因為我在想 因為總統一直希望說 他可以一百天裡面 撒一個出來亮麗的計畫 對 要成績單啊 現在就是說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準備要推的一個 二加市 對 讓台灣 未來十年 二十年裡面 世界 有影響力跟競爭力 那他二加市四年做滿了以後呢 滿了以後 就留在台灣 去百個公司 服務了 百個公司 你要回去也可以 你要回去也可以 你要留在台灣繼續 留在台灣也可以 這個就有個好處啊 他回去 他的工夫在台灣好 所以他食材 這個領域的東西都台灣 是 所以我台灣中的 要做出口很簡單 好好好好 呀